第一座金曲獎都已經拿到了 真的很久的話 入圍十幾次 然後第四次入圍 女的快要十幾次 真的很久 所以你看喔 快要四十歲了 我沒有覺得苦 我只覺得今天真的很充實 因為我可以從很不一樣的角度 來看金曲獎 之前有當過評審 用評審的角度來看金曲獎 然後入圍者很多次 今天是用主持人的角度 那其實我覺得整個製作團隊 是很細心的而且很貼心 反而會讓我更了解 喔原來就是金曲獎是這樣子的 第一次主持就拿到了歌 會不會想說下次再討價一下 我任何挑戰都可以 但是有沒有人要找我是另外一回事 給自己幾分 我就知道一定會有人問這個 70好了 我自己給70 但是我覺得整個金曲團隊他們100分 那今天露露模仿你覺得像 笑到一個 他還為我剪了 就是你看我頭髮不是這個長度嗎 他還去剪了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長度的頭髮耶 你們覺得像嗎 他就很愛學我唱歌啊 有一點像 那個時候我還看不清楚的時候 我想說是不是跟他唱很多 因為聲音好像有點飄這樣 沒有啦沒有啦 這才是我們就忘記了 對不對 對對對 我剛剛一下就說我忘記了 然後我就馬上打電話給他 對我第一個打給他 你們他有發現嗎 發現他說沒關係啦 對 然後我說我忘記了 我現在要去補獎 OK現在就是我補獎的機會 麻煩大家了 如果有獎金的話 人會想怎麼運用 有獎金 真的是有獎金的是不是 要扣稅的吧 拿去捐啊 我應該會拿去捐 我那天在 我不能 做好的膳事不能說 最想吃什麼 最想吃什麼 因為妳應該結識滿久的 我昨天就開始吃薯條啊 炸雞 因為我跟你說 要唱歌 就是喉嚨一定要有一些 油脂要保持滋潤跟濕潤 我就昨天就請他們 開始幫我亂買 我就開始有 有在亂吃東西了 因為減肥真的 喉嚨會很乾 然後妳喉嚨一乾 然後唱歌就會 很不穩 那妳聽到平衡條 為什麼妳是一票審勝 我真的是 顯勝 我知道 我剛剛 在台上你們說了我才知道 顯勝 還好勝 但是因為我 去年當過評審之後 其實對於 得不得獎這件事情 其實看得很開 對 然後我一直很想要拿獎 是因為我想為了我的製作團隊 跟工作團隊 然後還有我的歌迷 我覺得 我很想要拿給他們看 想要 想要謝謝他們 因為我覺得他們 因為有他們 所以才會有今天的我 你到時候講座會放在哪裡 講座嗎 可能到處放吧 好像很多人都很想要我那個講座 去髮廊 然後他們也很想要 然後我之前還答應我的歌迷說 我要把那個金曲講座磨成粉 然後一包一包送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就說真的是 很屬於 就是他們比我還要值得 你知道我就是 上個禮拜我就說 路易你覺得媽媽會得獎嗎 不會 她說不會耶 然後但是我就是今天 早上問她 我說 路易你覺得媽媽會得獎嗎 她就說得獎 而且我就想說 她說得獎 我再問一次 我就問了大概兩三次 她都說得獎 然後我還錄了一段 就是影片這樣 她很多 她很多玩具 你知道因為我最近工作 很多就是比較沒有 那麼多時間陪她 所以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都會準備扭蛋給她 我原本都是一次給一顆 我今天給到六顆 路易現在有在電視上 就看妳的拍場 有 我妹是拍她在看我 走紅毯的那影片 然後只維持了9秒 因為她看一看 然後就跑掉了 因為我之前都會放我的MV給她看 然後所以她就說 MV 對她就想看MV 那今天她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又沒有歌 然後就我在那邊走路 她可能覺得很無聊吧 所以那個影片只有9秒 她就跑掉了